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秀丝海财 竟然是秀丝 非常抱歉 由于工作人员的事物 之后总已缓解特害了一批贫镜播放错误 对各位观众造成的困扰 我们深感歉意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储卧秀丝 等一下 老师你在这儿来 那个寿司 我们首先是要带那个 你寿司的手套 谢谢 今天是叫大家手握寿司 然后有几种鱼 也是现在我们就是比较流行的 这种那个手握寿司 有金香鱼 三文鱼 还有鰻鱼 还有鱼鱼 还有鱼鱼和鱼鱼 对 有鱼鱼 这些日文料理里面都是比较高的 然后点准很多的 有非常好吃 也有鸣鱼鱼 然后为了那个做寿司 增加我们那个寿司的口感 我们每个人要加一点那个烧烤酱 还有在手里面 手里面啊 加一点 然后这样一个是我们做的时候更滑 然后口感更好 哇 你啊 感觉棒棒的 太多了 他们两个人做造型 少了 我多了 哇 给我一点点 看 不要抹到手里面 首先我们是捏一个换团 10克左右 10克 有称吗 没有称 但是看手感 然后你看 看手感 这个手握寿司捏一个1.5公斤寸 高也是1.5公斤 4.5公斤长 好 但捏的时候就是 哎我捏了 我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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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个稍微圆了一点 圆了 圆了 圆了一点 左手打平 然后放在你的手指上 然后用右手的弹幕和食指 然后轻轻的捏住它 右手右手 然后左手的弹幕按下去 按下去 好 然后再这样修饰一下两边 哇 把它倒圆 好 翻过来再倒圆 真的 好 就这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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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猴子嘛 这个饭多了 你道歉 这个 好 然后 饭团没法了没 差不多了哈 可以可以 这个可以 然后 现在就是做寿司 你们喜欢来的寿司 你们根据自己 喜欢的选一样 像三文鱼啊 金箱鱼啊 然后 拿完 拿完就是 那个 寿司饭团列好 之后拿一片鱼 比如说三文鱼 然后上面放一点那个 芥末 芥末 然后上面 一点点 一点点 这个 所有的寿司都要放 这是一个 怎么说也是个传统嘛 它肯定有它的做法的原因 这个我们虽然是 从日本学过来的 但是 按照它的方式做是吧 是 一点点 一点点 不要多 这么点 我反了你这个 自己吃了吧 这个 红色的是真面 好 因为好看吧 鲜艳的留个外 就是我们眼睛看的 感激猛呗 然后 然后放在里面那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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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上面 哇 嗯 两边 两边 先 先 把两边 滑下去就是 嗯 哇 滑滑滑 嗯 然后 用你的 你的 那个 拇指和公指的 握起来 然后 压下去 然后 再 倒一下两边 前后再倒一下 然后再 翻个方向 翻到这个 然后再 再滑一下两边 什么呀 压一下 哇 这个好了 好 基本上一个是不是就好了 啊 嗯 这是是不是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记住 记住 你们看还有什么 要问的 你们自己再做一个 就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 哇 哦 可以吃 这个也可以吃 这个就直接吃 哇 成品 熟的 然后 你 看好 好 但是 好像少了一点 因为小孩的话 你就做小一点 好 男人的话 你就做大一点 因为他只大嘛 好 你们自己做一个 好 好 我 我就要做 我就要做个什么呢 我要做个超大好呢 就是 有益心做一个 哈哈 你先来 好 各位小朋友 你们自己每人自己做一个 然后我来给你们评 评价一下 就是水做的最好 好 OK 好吧 开始做 这叫蟹牛棒 一口 等一口吃 等一口吃 男人 你看 你们弄这么多 现在是个小男人 快点快点快点 等一下 我得做一个好看的 再多 再多 我是大厨 我是大厨 丁大厨 这个 这个 黄麒麟 黄麒麟 啊好 那我先检查一下 你检查什么 我要检查一下 因为我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人与人之间 拆到就是信了 你为我吃那个鸡块啊 全是芥末 不是我 这一次呢 我就会小心一点 你们看 什么要检查这个 这么不检查 全身里有的 来来来来 这就不一块啊 这就不一块啊 我给你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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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的最好吃 就是这个 拼的是什么法 一定要来 你做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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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 只有一段 我来 不能做四 只有四秒 只有四秒 哇哇哇哇 什么什么 三十秒 十秒 十秒 八 七 六 五 四 三二 二 一 六 十秒 五 二 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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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每个做的做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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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 怎么都不做我 我做的快好了 哦 那个就是这个 然后 这个是你做的 这个是我做的 这个你做的 这个很有创意 这个是你做的 对啊 这就做的排骨 算了吧 自己弄的自己吃 我这两个 这个你就自己吃吧 算了吧 全世界最浮夸的 看来 看来 好够 嗯 这个饭团 就这一点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接受了 哦 哈哈哈 好不好吃 我狗了 鸡翅 好不好吃 没有了 这个可以吃吗 呃 他加了那个 沙拉酱 可以 可以吃 熬鸡 熬鸡不会是鸡腻尾 他把鸡毛放在了饭里面 哈哈哈 都在揉了几下 好 你们对手会了没有啊 会了 会了 你们喝不喝水啊 这个这个我想做 你别喝完了 我怎么把它弄开 好 好 是吗 别喝完了 好了 谢谢 这样我给你们评价一下好不好 好 嗯 好啊 我自己喝 呃 做的最好的是 米 那个鳗鱼寿司 谁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他做的 最好的是鳗鱼寿司 然后最有创意的是 这个小 他的 他等了 嗯 排骨寿司 对 然后 金枪鱼和那个三文鱼都是 武林奖都不错 好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这点 值得体验的 X简式 制作寿司 挑战成功 台风娱乐 一家因打造了风里全国的偶像组合台风21而一举成名 这家迷不清赚的娱乐公司 借此机会也准备大局布局国内娱乐市场 一场娱乐圈的新风血雨眼看着就要被台风娱乐给席卷 但是突然有一天 新专辑准备在集 这一次 歌词的分配 舞蹈站位 还有并角的角度是重中之重 但不是歌曲的质量和风格的选择吗 是不是要新选择 刚来的 刚来的 少说话 多观察 黄凯文 你知不知道 顾客第一 服务之上 在互联网广播使用当下 顾客选择自由多加大变得越发苛刻和难以满足 所以呢 他们在选择某个商场的时候变得更加的谨慎 他们越来越在乎服务的态度 而不是就是那个价格 所以 拥得顾客永久忠诚的心 便成为整个写营销策略的基础 掰 吉尔割力粉 顾客的忠诚是企业常盈利的基石 要实现从旧的市场上有策略到忠诚策略的转变 只有顾客保持忠诚越久 公司的回报才越多 而构建忠诚第一的先决条件 是建立彼此依赖的关系 所以还是老规矩 让我们朝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出发吧 来吧 来吧 有了 散会 那个 小诚 你说 小诚 小诚哥 你说 嗯 诚哥 你快给我讲讲呗 这样我在服装方面以后提前有个准备呀 一切当 你都在黑链链身处 我严禁于此 你自己传播吧 没有我A队哪来公司现在 如今我A队参加跨联演唱会 公司竟敢集体装死 我A队 果然不是亲女儿 排妇女混弄谁了 打压的动作不要太明显 哦 我知道了 打压A队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重点 都是在BC队队身上咯 哎 Boss怎么这个样子 谁允许你这样说我们Boss的 我不开心 你继续练下一个 你闭嘴带飞全团 买个牙刷还要自己下楼 台风里炸了 祝你呢 就不能好好照顾他们吗 没爹没活路咯 哦 我懂了 所以说 应该是C和D呀 哎喂 这Boss也 先别说话 哦 隔墙有二 我刚说这Boss也太偏心了 我都要忍不住了 先别说话 继续看 明明是有了C队才有了台风 21现在的局面 公司这么明目张胆地打压 其他艺人 真当我们家都是包子吗 所以 是第一队 go on 老苦功高是我们第一队 现在还没站稳 就急着过河拆桥 酷些汗的帽子 排风 你抢着带啊 那 那这个我们 我们又 又打压A 又打压B C和D我们也不放过 我们全团都打压 我知道 这就是Boss的阴谋 他就是Boss我们台风21 然后公司倒闭光门大击 你说Boss 不会是对面楼派人的卧底吧 你叫智商 这位置也只有和衣服打交道了 哎呀 我知道我扮成哥 你就别卖罐子了 快告诉我呗 人家是新人不懂了 谁叫我们是 黄河大厦的台风娱乐呢 还是Boss说的对 耶 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刚才一直在这 所以还是Boss说的对 平均 我们一定要平均 发财色彩的凝度 斜根的高度 裙摆折折的数量 我们都要平均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这设计口 这里 齐齐的数钻明显 比小宇多了两颗 啊 亲人 有的错误可以犯 但是 有的错误是无法弥补的 哦 难怪我来面试的时候 让我做了三张数学高考 模拟试卷 在我们公司 都需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哎 其实大家的本意 或许都不是这样的 莫名其妙 我们就走到了这一步 起初 这只是 一群人一个执着的梦 后来 后来 这世界是没有什么 可以变坏 当然 也可以变好 而我们 能选择的只有 不顾一切 努力地朝鲜奔跑 并坚信 前方的路一定可以到达 我去写新专辑测完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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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ABC第四个组 一组二十一人 一人三套打歌服 一个专辑三个MV 一共是 756套 不就是756套衣服吗 可以加油啊 好大为 好的 谢谢 谢谢 266 266 267 268 269 271 271 272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怎么了 老板 这一次 我们的专辑 就做成员的 因为 这样大家从哪边看都是 一样的 就不用被排序先后了 太松明了 BOSS 英明神武 Siser 我们会独新 teng Bo 我们会独新 你 C Jose 那我的策划不就全都重现吗 公哥娱乐公司的策划 真的好难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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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 没有你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想你算是偶遏还是悲害 而现在 就算时间都停摆 就算生命像尘埃 分不开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太熟悉你的关怀 太熟悉你的关怀 分不开 想你算是偶遏还是悲哀 而现在 就算时间都停摆 就算生命像尘埃 分不开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也许反而更本身行像尘埃